本港首隔出牌載客的乘巴商陳興能巴士 最快將會在明年1月起提供載客服務 初期將會行走九龍區內的路線 而首隔投入運作的嘉興站同時面世 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四出席啟動典禮 香港首隔嘉興站正式啟用 我相信除了我之外 全港的巴士迷都很著弱 很期待可以盡快有機會 和這輛新的雙層輕能巴士拍照打卡 李家超表示很高興能夠成為 雙層輕能巴士的首批乘客 他說車廂內感覺環境更安靜 相信他能夠為乘客帶來更加的出行體驗 首隔輕能巴士設有40個站位和79個座位 車身設計以雙層電能巴士作為藍本 加輕最快約10分鐘 承巴表示正是同廠方設計量產型輕能巴士 儲輕量將會增加一倍 能夠在香港路面行駛達到400公里 足以滿足每輛巴士每日的營運需要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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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